大家好,我是阿渡 我现在是在清溪林的苍林 也就是嘉禁皇帝的林 它现在是没有开放 我们来看一下 不开放的皇林是什么样的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一个龙峰门的位置 我在它的背面 在前面有大碑楼 在这个琉璃壁 它的正面是刻画龙 在它背面就是围着荷花的图案 它这种造型和其他皇林是硅脂一样 然后就是一处石拱桥 再往前面走有小碑楼 因为它这里是没有开放 所以是没有什么人过来 所以显得更加的寂静 第二还是长满了草 非常有骨味的感觉 我们站在这个桥上 透过前面的缝隙 还是可以看到前面的大碑楼 非常有朦胧的感觉 这前面也就是为它的神道 这昌林它没有开放 它是在维护 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神道 它并不是平的 我们是正在上坡 走在这种路上是非常有感觉 周围也是没有游客 走到前面豁安开朗 看着后面的山寺 这嘉兴皇帝给我们的感觉 就是非常的文弱 在它继位之后 还是由它的父亲乾隆 当太上皇 在这里看整个昌陵 景色非常漂亮 虽然它做了皇帝 但是权力还是在乾隆手中 等乾隆死之后 它才真正的掌权 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嘉兴时期 这个大清谷的国力 就开始衰退 我们感觉它的皇帝 一定会规模比较小 但是不然 我们现在所看到它的皇陵 可以说虽然不急着太灵 但整体形质还是差不多 在这里我们所看到 它这里的行道路 是非常有韵味 没有什么商业气息 平时也是很少有人过来 在前面那里 它是被拦住了 里面就是在施工 在维护 我们在平时 是很难见到 这种维护古建筑 在这里是可以见到 大家对嘉兴皇帝 非常熟悉的 就是他把和尘给办了 和尘跌倒 嘉庆吃饱 这个是大家常说的 在里面呢 在这小背楼 后面就是围龙温门 龙温门后面呢 就是围着龙温殿 是围着西山顶的大殿 再往后呢 就是围嘉庆皇帝 他的宝城 在那里呢 还是有这个神厨库 也就是祭祀的时候 宰阳宰牛的地方 在夕阳之下 看着没有开放的古建筑 非常有感觉 这个维修工人呢 就在里面在施工 在嘉庆皇帝 在他统治时期 这大新国 可以说还算是平稳 没有迅速的去衰败 但是呢 也不会像乾隆 雍正那样 非常强盛 但是呢 我们看他整个这个陵墓呢 完全就像一个盛世的感觉 特别是和旁边 这雍正的太陵 非常的相像 这嘉庆皇帝呢 他是建国四面的 我们都知道呢 这乾隆皇帝的御灵 当时呢 是被挖出了很多宝贝 就是由孙戀婴被盗 这个御灵呢 就是由嘉庆皇帝 他一手操办的 所以呢 在乾隆皇帝死了之后呢 就是由嘉庆皇帝 把他葬入 所以呢 他建过四面 他修建自己花林的时候呢 也不会潦草 在他的一个角落里呢 还有一个景厅 在里面呢 就是为水井 也就是到祭司的时候呢 在这里取水所用 我们现在呢 是走了一条小路 到他另一面 这呢 就是神殊库 他这里的路呢 不会像其他景区 那么平整 虽然走在这里呢 是非常有感觉 在正中间呢 就是为小贝楼 这嘉庆皇帝呢 他在位25年 也是一位有为之君 因为在他继位的时候呢 当时的大清国 在乾隆末年 也已经是危机四伏 在他的在位期间呢 他也是多次由外国交涉 当时的大清国呢 在各地也出现了起义 所以呢 他也要派兵去攻杀 虽然呢 是有这么多的危机 但是呢 在他的统治时期 这大清国 还是天朝上国 但是呢 在他之后 到了咸丰 同志 就已经被打破了这个神话 根据这有些资料所记载呢 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昌陵 他不仅外表规模比较庞大 而且呢 在他的地宫之内 也是非常的华丽 也是陪葬了很多的珍宝 我们是很有幸呢 能够看到他正在维修 古建筑的一个状态 这没有开放的皇陵呢 除了这维修人员 几乎呢 是没有什么人过来 所以呢 也是很有意境 这个视频现在要 下视频见